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一天正在芬兰访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在谈及美意关系时表示 伊朗并无兴趣和美国开展对话 不过任何调解都应聚焦于将美国重新带回伊核协议当中 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 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随后逐步的恢复伊协议而终止的对伊制裁 今年5月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将终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 此后伊朗先后突破了低风度浓缩油存量300公斤的上限 和浓缩油风度3.67%的上限 伊朗政府还表示将每隔60天减少一次其所履行的伊核协议义务 直到欧洲拿出保护伊朗利益的具体方案 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